很多,我們再看一個兩個sample 以這個範例,之前有同學遇到 如果我今天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這個範圍裡面這麼多 等於是30天裡面的什麼細菌實驗 測試的數值,可能從機器撈資料到Excel裡面,然後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判斷,那裡面的話,如果資料 假設是負的 就把它變成正的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會最快 方法很多啦 如果用那個VBA來撰寫的話,其實非常的簡單 原理原則,我們前面有大概講過 我特別注意,我建議各位先可以把問題16按右鍵先複製一下 這個地方複製一個 然後建立副本 移到這個後面 移到這邊 建立一個問題 為什麼?因為你複數轉正之後的話 那就轉不回去了 你要在練習 舊的就不見了 所以特別注意,你在複數轉正的話呢 你就先複製一個 然後再來做練習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 第一個就是先在我們的 V 這個VASIC裡面 一樣 先建立一個 這邊的話,一樣看有沒有 如果已經有Module的話,你就先在其中一個Module裡面 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 程序 那程序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叫做 複數轉換 比如說就是要 複數 轉換 基本上 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 非常的 容易 其實就是我前面講過的那個原理原則 因為在 Excel裡面基本上它是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 你可以設定一個範圍 宣告一個範圍 或者是說 你剛才用回圈的方式 我這邊提供一個方式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們跑回圈 先跑什麼呢 FOR回圈 FOR 先跑列 列是I 就是我們可以先 3到17 然後呢 A